想死啊 但是想死死不掉 想活又活不了 然后你可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 非常爱面子的一个台湾男人 那是不轻易掉眼泪的人 就是持常在病床里面嘶吼 如果他的这些疼痛你可以为他分担 说我好想帮他做点什么 但是很现实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当今天想要把这样留下来 是真的为了他好吗 还是只是我们很自知 想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已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能够邀请到的傅俊豪 他的父亲是台湾最知名 是前往瑞士 精心安乐散终的傅达人先生 我们掌声欢迎 我之前非常有荣幸 就是服务到傅达人大哥 那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非常钦佩 他在面对死亡的这样的豁达的态度 第一次听到爸爸要去瑞士安乐散终 去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的 当然是觉得没这么快吧 后面看到他的病况 每况愈下的时候 才渐渐转为说 那我们陪他完成最后的这个心愿 其实我们私底下有聊到 就是俊豪那时候提到说 对他来上他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就虽然知道父亲爱磨 但是他也没有想到说 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来执行 其实那时候家人是错 甚至是有点 在劝他说不要这么做 但后来就好像是 因为傅大哥的身体 真的疼痛到 连你们都觉得有点看不下去 对 从180几公分的国手的身材 最后升到只剩下五六十公斤 也不忍心看他这么痛苦 对我记得你那个时候 他就还为了要劝父亲 就积极的努力的活下来 那时候甚至还跟他讲说 我们要办画展啊 但是我们那时候还做过申请告别事吗 因为我父亲他是一个 他只要决定的事情 他就会努力的去把他达成百分之百 他很痛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劝他说 你不是在学画画吗 干脆开一个画展 想要转移他的注意力 画展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 我父亲又开始痛 又在逼着我们大家陪他去瑞士 然后我们就说 你不是还没有写回忆录吗 要把回忆录写完 然后又写了半年 你们好坏 没有就是舍不得他嘛 所以从这个故事其实听得出来 其实家人是非常非常舍不得他离开 哪怕多留一刻是一刻 后来是什么样的 除了疼痛这件事情 就是你们觉得很舍不得之外 还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们就是发自内心觉得说 我们不但不要再留了 甚至我们要支持他 甚至陪他做这个决定 就是在我们第一次 从瑞士回来的时候 我父亲 因为疼痛的关系 他又加量了马飞 所以他对马飞过敏 那次一贴下去的时候 他从下午三点就头晕恶心想吐 我们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 医院的点滴一叉 然后他就在病床一直仰卧起坐 一直倒 躺着起来 躺着起来 是一个毫无意识的状态 讲话也讲不出来 那时候我们叫他 其实他都没有听到 他整个人说在床上 一直发抖一直发抖 医生来看 就说 富拉哥现在在平时期 那就是请我们家人准备后事 过程从第一天下午三点 然后一路到晚上十二点 他的仰卧起坐是没有停 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说 一个挨末八十四岁的老人 他还有这么多的力气 到了隔天早上六七点 他还是一个无意识的状况 可是很奇迹是 过了中午之后 我父亲就突然醒 醒过来 在我爸爸醒了之后 我就问我父亲说 那你当下的感觉是怎么样 他说就是晕 然后呢 就是没有安全感 像孙悟空一样 腾云架雾 想死啊 但是想死死不掉 想活又活不了 其实我很能够感同身受 因为像我父亲那时候 也是发现他癌末住进医院 你都会拒绝相信 他真的要离开这件事情 然后你会用尽一切办法 只希望能够把他留下来 然后你可能很难想象 就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 一个台湾男男孩 那是不轻易掉眼泪的人 就是持常在病床里面嘶吼 你好想要帮他分担一些什么 就是 如果他有这些疼痛 你可以为他分担 说我好想帮他做点什么 但是很现实是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当今天想要把这样留下来 是真的为了他好吗 还是只是我们很自私 想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已 真正考虑安乐死 其实就是在他发现癌细胞的时候 那我父亲也讲过 他说他不怕死 但是他怕痛 他也跟医生讲说 如果你让我不痛 你可以让我正常吃饭 那谁想要死 如果能活着不痛 谁又想要去死呢 我既然无法消灭疼痛 那我只好让我的这个生命 至少有尊严的活着 那我把这个时间说短一些也无妨 那那次的过程当中 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觉得 真的好像要走的感觉 还是就觉得说 就是一个party 然后就完成父亲想做的事而已 我是比较想是后者 就是其实父亲要做的事情 我们家人就是陌陌的支持 我们当然就想说 生前告别事也不错了 其实我们家人都说 我死了之后 你不要来 你不要帮我办很大 或是干嘛 不需要 就是我活着的时候 你对我好一点就好了 不要一直让我担心 让我生气 所以其实就是对于富大哥来讲 如何在世的时候 表达好情感上这种品质 好好道爱好好道歉 其实就是反而更重要 但我觉得富大哥 其实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然后也让大家可以理解到 原来面对死亡 也可以如此的正向 积极乐观 从那时候到现在也四年多了嘛 这样过去了 那也因为安乐山中 我觉得有蛮多人 对这件事情他有所期待 那当然就会把这个期待 从您父亲 然后一路这样压到你身上 那在面对这么多 排山倒海的 这样子的一些期待 你会不会有很大的负担 我一直把我自己定位在就是安乐山中的陪伴者 就是希望说如果跟我们走同样的路 不要像我们第一次一样这么的彷徨 其实尊严就是一个网站 我们也有想过说是不是 是不是骗人的 那我们也担心过这件事情 我父亲也是希望借由我们去走了这一趟 然后把这些资讯带回来台湾 或是带给其他人 就是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参考 不要那么担心这样子 我记得富大哥那时候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他那时候说如果我不这么做 台湾人不会认识什么叫安乐斯 他其实是很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经验 跟大家做分享 其实追缘善中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他是在最后的最后 提供你一个无痛可以离开世界的一个道路 这样子 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 他们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他们给我们感受是 他把病患的选项放在这边 是你要止痛 你要安宁治疗 或者是你觉得安宁治疗已经不够了 你想要协助自杀 他让你选择 他强调的是 选择的人权 是在病人的手上 其实第一次去瑞士的时候 我们也很舍不得我爸爸走 我们就有问他说 那如果家属反对怎么办 那当时面谈的人员是说 只有傅先生是我的病人 所以我的责任是面对我的病人 而不是他的家人 所以他是完全尊重病人的自主权 所以你们在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 其实感受得到他们的初心 他们是真心想帮助人 而且带给你们家属信任是温暖的 可以这么说 回想起当年就是陪伴傅大哥的那一段路程 其实真的对我来讲 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就是他让我见识到说 原来面对生命是可以如此的正向 如此的豁大 我觉得就是傅大哥 他用他的死亡 送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哈喽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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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子焦 我们是动力火车 是你最爱的老乡大渊 我是威廉 我是陈世安 我们是 机智男孩 加油喜事 我是威廉安 我们是 我Fast五年级 想照我的最新消息 只要点开 TBS 娱乐头条在LINE网站号 别想看穿我 除非你加入 TVBS 娱乐头条在LINE网站号 拥有它 就等于拥有了我 赶快搜寻加入 娱乐头条在LINE网站号 在LINE网站号 就是我们合你的任意吗 从此 我就要一直Fight 从此我们就一直 把我的一举一动看光光 所有精彩独家的娱乐新闻 随时LINE给你 加起来 怎么弄